小女儿 你永远是你妈妈心里边最强大的支柱 最温暖的那一束光 不管说谁在不在 你会不会一直陪着妈妈 我会一直陪在妈妈身边的 这就是妈妈心里边最坚强的一个后盾 好 陪着妈妈一起下去稍作休息好吗 这男人也挺有那劲 这女人也挺有那劲 这俩人 小男嘉宾已经与第一位女嘉宾约会结束了 这个心里边像坐过山车一样吧 跌宕起伏的 没意义 没意义 因为180都倒过后里面 你还给你赴外卖上 你是觉得她的这种要求不可能有人满足 还是说在你这儿 不可能有人满足 不是在我这儿 在谁那儿也满足不了 你没干什么 你才一个月都不能这么干 你拿手票也不能干这个事 好呀 这是我们男嘉宾的一个态度 但是说实话 我们女嘉宾也算坦诚吧 她又把自己的这个情况说出来 你欠七千块钱 能给你还不还呢 你还七万 还十八能行 好 调整一下状态 咱们还得接着相亲 接着浪 接着唱歌 接着舞 好不好 好 好嘞 接下来我们男嘉宾要选择第二位约会女嘉宾 她会是谁呢 二号的意思吗 对不对 好嘞 因为主持人真的很有耐心 像我们这样都受不了 来咱看看二号女嘉宾的照片 我觉得她是一种玲珑 这种小人的 莫天 这不就是花样年华吗 有请二号女嘉宾登场 大家好 我是来自瀕阳张卉凤 我前半生劳累的半辈子 后半生我找一个微信体贴我的男士 因为她还值得笑声 好 欢迎您 她的旗袍台风挺好 我明天我也去买个旗袍 咱们编导可说了 有那么一两位男士 那就像要见梦中情人似的 就老想见你了 是吧 没排上号呢吗 这不今天让您跟我们优秀的 鸽子大王先见一个吗 那鸽子大王挺荣幸啊 鸽子大王 您俩都挺幽默呀 我在这边看 两人的笑容特别像啊 是吧 真的 就是这个笑的感觉特别像 都那么喜庆啊 笑得都很甜 来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啊 认识一下我们张阿姨 13111号女嘉宾张贵凤 沈阳人 59岁 李毅有住房 企业退休 无子女 我是一个开朗快乐的人 每天的生活过得很充实 我天天跟一般 很多人的生活过得很明显 很并不得了 我啦 司会 她自己会 做什么 搞的 好 我 我 联合 我 你 咱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烤肉 烤了 烤了 炖了 太吓人了 你这个 太吓人了 我现在生活状态非常好 每天开开心心的 海德威斯体育 已经是好多年的 这种伤疤了